接下來要跟各位說的是化學反應的現象 化學反應原子重新排列組合 產生了新的物質 所以會有一些現象 那我們課程上這樣教是要告訴你說 如果你看到了這些事情 你就會曉得有化學反應發生 第一個是會有吸放熱的狀況 要發生變化會犯隨能量的改變 有吸熱或放熱 變成它有個新東西出來 所以可能會有沉澱 可能會有氣體 可能會有一些顏色的變化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哪些會有氣體 哪些有顏色變化 哪些會有沉澱之類的 第一個講的是能量改變吸熱跟放熱 那我們國中所學的化學反應幾乎都是放熱 所以我跟你說過放熱不用備 備吸熱就好了 氧化燃燒劇烈的化學變化成 本身光跟熱 所以燃燒氧化都是放熱 酸鹽中和喜歡問 它是個放熱反應 減金組加酸加水 這些都是放熱反應 放熱不用備 因為大部分都放熱 我們備吸熱就好了 吸熱我們的吸熱指的是吸收能量 吸收光會叫吸熱 吸收電會叫做吸熱 吸收能量的就叫做吸熱 所以電解、電度、電力要吸收 電 吸收電 所以我們叫做吸熱反應 光的時候要吸收光 所以我叫它吸熱反應 好 再來 受熱分解、加熱之後會分解的 有幾個比較重要 碳酸鈣受熱分解 還有碳酸晶納受熱分解 這是比較重要的 像我們也問過氧化孔 氧化孔造化會分解的 考試考過的 酸氧水我們是加二氧化孔 所以加熱它也會分解 加熱它也會分解 所以受熱分解 好 這是個吸熱 通常化合物都是吸熱之後產生分解反應 大部分是這樣 大部分是這樣 所以受熱分解是一種吸熱反應 還有呢 就是加熱去結晶水 我們有學過兩個 一個叫做硫酸酮 一個叫做氯化雅菇 然後把顏色備好 氯化雅菇有水 氯化雅菇叫做粉紅色 然後烤一烤水跑掉了 就會變成無水 氯化雅菇叫做藍色 這叫吸熱吸熱反應 還有一個叫做硫酸酮 硫酸酮 硫酸酮是藍色的 烤一烤 水烤掉變成無水硫酸酮 我們叫白色 我們通常習慣上 講硫酸酮精體就是指 含水的硫酸酮 硫酸酮本末 就是沒有水的硫酸酮 OK 就是加熱去結晶水 這就是一種吸熱反應 另外 尿素甲醛素質聚合 這個實驗現在不做了 因為它有濃硫酸 所以不做了 怕丟為了601 北薄薄的奶油桂花手 被傷到 所以不做了 這個反應是一個吸熱 可是你做實驗的時候 摩飾管是燙的 在放熱 原因是因為它加了濃硫酸在剝水 濃硫酸剝水是放熱反應 所以做實驗感覺熱熱的 是因為濃油酸脫水 可是 尿素甲醛素質聚合本身是要吸熱 可能是要吸熱 OK 好 還有一個硝酸甲鹽巴容易水 硝酸甲是當初我做實驗 要你去摸過那個杯子的 要你摸起來是熱的還是冷的 它是涼涼的 它是一個吸熱反應 要記得 OK 就是國中有告訴你的吸熱反應 要記得把它記好 OK 再來就是會有沉澱 它講過一個重點叫做 檢土族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所以這裡寫的方程是 氯化肺加碳酸鈉會產生 氯化鈉加上碳酸肺 碳酸肺會沉澱 硝酸鈉加上硫酸鈉會產生 硝酸鈉加上硫酸鈉會沉澱 都是白色的 國中的沉澱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白色不用背 背不是白色的 這是一個重點讓你記住 檢土族碳酸鹽酸鹽會沉澱 還有 二氧化碳通入沉浸水 這也是個重點 會產生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這個白色這件是甚麼玩意兒 碳酸鈣 碳酸鈣可以發生這支血給你 二氧化碳 沉浸水水 氫氧化鈣產生碳酸鈣沉澱 這是一個重要的反應要記好 最後一個是 還有一個叫做點化甲加硝酸間 就是以前的實驗的材料 會產生黃色點化間沉澱 這個顏色就要背了 因為它不是白色 它是黃色的 黃色的點化間沉澱 黃色的點化間沉澱 OK 最後一個就是這個流帶流電 這也是我們做實驗的材料 在做那個反應速率跟溫度的關係的時候 然後呢 就是做那個十字那個 就是這個十字那個實驗 然後流帶流酸鈣加氫酸 最後這個沉澱叫做流沉澱 也是甚麼顏色 黃色的 所以這樣記得它是黃色的流沉澱 這些就是本來都是議題 沒有沉澱 倒下去結果有沉澱 就表示有新物質增程 我就知道有發生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會產生新物質 就跟各位舉了一下 吸熱跟放熱 以及會產生沉澱的一些反應 請你把這些該背的東西 就把它背好就可以了 OK